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还炮打宋楚瑜是出来搅局的 言荡三年多 鸿海终于要在高雄软科盖大楼 总裁郭台铭邀请马总统来动土 时间挑在大选前 外界解读 拉抬马选情 马总统非常的认真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绝对比你们每天都认真 今天给认真人再一次机会 郭台铭口头间接承认替马助选 动土现场 贵宾清一色都是蓝营立委参选人 郭董和马总统互动更热络 结果详识宪锐的吉祥物 马总统自己留下白萝卜 凤梨交到郭台铭手上 就连参观公司运作简介 背板上看得到马到成功四个字 力挺马总统似乎不言可遇 我们马总统会当选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着手规划 往后三年的工作经济 但是如果我们是个变数的话 那另外一套方案呢 决定要到明年五月 所以到明年八月 这一年的空窗息 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一个致命的一个空窗 郭台铭替马护航画风一转 炮打局营的宋楚瑜 没有三套方案 因为我们认为第三套是搅局的 他不会 这个我跟他也很熟 这个我是觉得不需要美战必欲 对 成功不必在我 赶在大选前办动土典礼 接着带上斗笠 转网大案永龄农场 贵宾马总统换成了立法院长王金平 以及倒戈蓝营的杨秋心 郭董出资拼心计 不忘处处赞美马总统 选边战意味浓厚 三地行为送朋友朱俊杰 SNG小组高雄报道 郭董在昨天公开这个场面 今天中国时报把他做头版头 防变天郭台铭说 企业备妥的两套方案 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 但是呢 另外一位人士 另外一个单位 我们也让你来看看 今天的经济日报 台股明年最高拼8800点 富邦投顾说 万一政权替换 低点下探5800点 这是富邦投顾的总经理 萧乾祥说 明年台股的股价 净值比将在1.5到2倍之间 指数落在6800点到8800点 但是万一出现 政权替换或者是欧债 事件扩大 低点可能会下探 5800点到6000点 他说呢 经济成长降温 明年台股高低点的区间 将会下移 根据景气循环周期的退估 上半年景气收缩 落底机会大 但如果FR的效益显现 不排除从明年6月 到2014年6月 这两年的PB 所谓的PB指的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股价 净值比 将会上升1.8到2.5倍 指数有机会 上看7800点到9800点 或者是万点 来我请教师小金 怎么来看郭台铭的谈话 怎么来看富邦投顾的预测呢 来怎么看 我想我们要先建议企业界 尤其是有政治立场企业界 不要去发表这种 就是会去影响选情 影响股市的言论 我们先讲鸿海集团 鸿海集团在高雄 对高雄而言 我们绝对是举双手欢迎 在2008年马总统就任之前 郭台铭就已经说过 他要来高雄去投资高软 可是问题是 在当时我们的市长 陈局市长 他也举双手欢迎 释出了很多利多 我们不断地向郭董喊话 赶快来吧 赶快来吧 可是经过了4年 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展 然后刚刚是 其实也没有发出 任何的一张的建照 但是我们不晓得 为什么突然之间 选拳40天 郭董大动作的 要来动途了 大家当然会怀疑说 你这是不是因为选取到了 所以你要来一次 4年一次的大动途呢 我们不晓得 郭董你究竟是为了 要救马英九的选情而来 还是你是真的有心 为了要去替高雄市 去增加所谓的投资机会而来 我们都不管 总之只要你企业界 有心经营在地 然后能够促进产业发展 我们都觉得是好事 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不要将企业当成政治手段 人民要的 不过就是企业能够带来的 荣景跟工作机会而已 再者讲富邦投顾的言论 不要老是想要用政治言语 去介入所谓的台湾的选举 1996年2000年 中共介入的例子 还不够写淋淋吗 结果台湾人给了中国 一个什么样的回馈 我们告诉他们 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不要老是在选前 用过度乐观 过度膨胀 或是说过度唱衰的方式 想要去影响选情 其实这对于一个应该要自由运作的股市而言 都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昨天金管会的主委 大声说股市不是一日行情 为什么在今天选前四十天 我们的金监会主委突然寄出了 所谓的七大策略 十大焦点 但是股市依然一身上点 只有一个原因 股民已经对我们的政府信心 全面的溃体了 当你的总统在选前四年前 高喊633 要全面的 要全面直战 全面负责的时候 依然跳票 你的金监会主委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说 我们要短期之内会有效果 我们绝对有办法立保 百分之四%的失业率 请问一下 人民会有信心吗 人民愿意再相信吗 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 原本有说 总统可能是突然清醒了 要下猛药了 结果一看 不是 不过他就是下的就是 药性很温和 甚至没有任何效果的中药而已 首先我们先肯定马总统 你要去拼经济的学心 可是你要推出所谓经济因应方案 你必须要有因应政策 你全部都是所谓的延续性的政策 全部都是那种 旧品形容都是喊口号性的政策 我们想讲的是 我们看到了总统这几年来 他救经济为的方式 就是利用数字去美化 他不断的去增加预算 他不断的去利用 扩大严实就业的方式 去增加三个月 六个月的好看的失业率下降 但事实上 对经济成长有帮助吗 没有 来 杨烈先生 这个其实 其实真的是 完全说什么七大 这个七大方案 我觉得这个是七大悬案 七大什么 七大悬案 悬案 这个十大焦点 其实也是十大 模糊的这个见点 你看从头到尾 都是为了 完全都是为了选举的考量 包括郭台铭都是一样 就是里应外合 那这个完全 直接伤害的就是群众 直接伤害就是 一整个国家的一个政策面 跟经济面 那像现在 甚至他提到 刚刚也提到 这个在高雄 新手上任 实在是都三模 什么叫做实在都三模 这个就是因为 他没有方便之路 在那个地方 不见得陈局 那个陈市长会配合他 对不对 所以他们来的目的 给人家 真的是会忧心忡忡 所有的政见 你看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 给人家有一点点满意 或者是有一点点 真的所谓的 因应的一个答复 完全没有 从头到尾就是 一直用这个手法 一直在骗 一直在骗 所以并没有什么 所谓的这个 旧瓶装旧酒 我觉得是旧瓶装甲酒 装甲酒 OK 好 再让你看一下 郭台铭怎么说 中国时报今天 把他做头版 他说针对目前的情势 每个企业都准备两套方案 他为什么知道 每个企业都准备两套方案呢 面对未来的经济 是十公尺的海浪 他暗批蔡英文 没有经验 如果政党在轮替 将产生致命的空窗旗 选他可能会 不泰国后尘 他赞扬马英九 是个有经验的舵手 能给大家安全的投资环境 对于宋楚瑜 他则是意在言外的说 有人选了两三次 还要再出来 不能老是他嘛 那组候选人 不会选上 只是来搅局 那么那个人 必须体认到 成功不必在我 如果马总统连任呢 现在可规划 往后的工作 如果有变数呢 可能拖到明年的 五月八月 先总统上任 才能够应变 将会有致命的空窗旗 我请教徐律师 啊 可以这样子吗 他在做什么 他昨天在这个 高雄软体的破图 据说建造都没有下来 在破什么图啊 那他在做什么 他在说什么 所以我说建造没有下来 这个破图 所以它是个选举动作 不是真的投资嘛 作秀 这是作秀的选举手段 所以我说很清楚 他这个破图下去了 然后当时的完工当时的投资下去 不知道 那都是一个空白的 我跟大家说 他说郭台铭说马英九 可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所以他破图了嘛 我现在问郭台铭请问这三年来 你在台湾投资了多少 请他以数据告诉我们 不是最喜欢讲数据的马英九吗 告诉我你这三年来投资多少 我们现在所听到看到的是 郭台铭在中国雇佣了95万劳工 郭台铭到巴西 说要创造100万的劳工就业机会 你已经起床了 他怎么说 郭台铭才在上个月怎么说 他说巴西政府多么的配合 爱土地有土地 爱人有人 爱犯人有犯人 可以为他而量身定做 请问 那台湾的良好投资环境 跑去哪里 他怎么没去啊 怎么突然间不见啊 可是现在选举到了 你出来讲啊 那为什么 我怀疑啊 怀疑什么 马英九这三年为大企业 结了多少税 是不是这三年 1850亿了 1851为这些财团 减免了这么多的税 我也要请郭董站出来讲一下 请问这1851的税里面 到底哪一些人得到的 我相信你是个大企业家 你应该有在算嘛 说来我们听一下 我们小老百姓 请问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减了多少税 也让我们知道一下吧 然后呢 再把比例算一下 我们到底减了百分之几的税 他减了百分之几的税 所以我想说 郭台铭在中国有那么大的企业 有将近一百万的劳工 今天共产党要修理一下 共产党是不是已经在人民大会堂 把台湾的台商企业都叫来人民大会堂 公然在讲 买酒的黄金十年 多好都多好 买酒的黄金十年 是中国共产党在帮他宣传 这个买酒要站出来讲 这个事实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的国安局 你的国安会议里面 得到了情报 有没有这个情报 把共产党给我们听起来 那既然在讲这个 说这个时候我在想 共产党出手了 郭台铭也出手了 你在中国有那么大的企业 这竟然以商逼政 以民逼商 以民逼官 以商逼政 在这个事件里面 我在看就好像落伏 落合伏结 所以这方面 我会请马英九跟郭台铭站出来 向全国老百姓解释一下吧 来 派文言 我来延续这个问题 郭台铭他本身 刚刚郭永公 他到底投资了多少 我要问他 我也告诉他 他的鸿海 借了三千多亿新台币 他的奇美 也借了三千多亿新台币 这些都是人民的钱 国家的钱 你既得了赔你又卖乖 我也要反问郭台铭 你到底圈了多少地 A7 陶营A7 这个机场捷运 就是为了郭台铭 他圈了一个地 也是要做所谓的科技园区 把所有的中小企业 几千家中小企业 手工加工厂 全部赶掉 那个地就圈给他 就是这样 郭台铭就这样 一样的道理 今天在高雄软铁 或是202兵工厂也一样 那我要再反问 我要回归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再骂这个政府 说笨蛋 问题出在你的心态 跟产业结构 跟你的经济战略错误 把这个大企业全部钱 让借给他 套他到中国去投资 我们台商在中国 创造的就位 多少人呢 一千四百四十三万人 一千四百四十三万的 就有人 一年只有台商 下的薪水 要一兆六千多亿新台币 刚好是台湾一年 中国民国总预算里面 大概上下 一年的总预算 负掉中国人的工资 那你说 这是经济战略吗 那台湾新竟的一段 对无薪借越来越多 现在长期失业 一年一上的 高达十一万 去年叫做八万 这个上个月 八万 一年一上没头脑的哦 还只有这个月平旧的 这个非典型酒的 高达七十二万 失业的已经六十几万 你加起来零零总总 这是国家的经济战略错误啊 他只看到这种转口贸易 获利是少数的这些麻油油 那